《2012 云遥盼望信息》 其中一个重要题目 就是现时正在分享的《星祭启示录》 打开千古以来 从未有人打开过的奥秘 就是以《星秀》为约时 打开启示录的奥秘 当这些奥秘被揭示 同时也是这个七印被打开的时间 意味着基督徒被提的日子将要发生 因此 《天上八十八星座》的命名 虽然是近代才完成 但也早已在神所预计的阿拉夫塔里面 因为《四马》之中 代表红马的独角兽座 即是麒麟座 到了十七世纪 才被荷兰普朗西斯画定 使徒约翰看见《四马》的仪仗 是天上仍未有四马星座 甚至是麒麟座被命名的千多年前 所以 启示录的奥秘 一直未有人能打开 直到今天 既然《天上星秀》 是神给予我们打开启示录的约时 那么《八十八公》这个数字 又是什麽啟善呢? 于《天马》作行动讯息初期 日和牧师分享了1985年电影 《回到未来》的共同讯息 劇情提及 博士发明的时光机 要加速至88英里才可以时空穿梭 这是代表速度 并且同样出现88 日和牧师分析 这个其实是提示我们 88和被提 辛苦能够时空穿梭有关 正如电影《回到未来》的主軸 就是围绕着时空穿梭 这种辛苦独有的能力 近几年,我们按着马铁连历的预示不断超频 2012信息开始后 我们主观镜的速度 比过往20多年加速不少 分享越到后期 速度就越快 至天马铁连历开始后 更是突飞晚进 在不同建设中 发现各种共同讯息 都证明我们是历史的绝对存在 到了2016年春分之后 水平星迷正式诞生 我们主观镜的速度 更是走进出极速 藉着石安剑耳机 于短短半年间 经历了轮剑行动 约战前夕耳机视听会 屠龙行动 约战屠龙 曼剑齐发注剑行动 全面开战 航龙行动 626星桑沙人十周年兴典 完美音色讲座等等 不单在现实中 见证世界上最靓星耳机的诞生 甚至在短短几个月 未够一年的时间 石安剑已经完成了四个版本 包括 两代有线版本和两代无线版本 可想而知 这是何等超频 对比过去 属龄上的进步也达到最高速 我们更亲眼看到 当然 完美音色讲座为新人带来的改变能力 也达到前所未见的级数 这个速度的提升 能够跟得上和跟不上的一群 形成了强烈对比 虽然甚至同一个地球 同一个香港 主观的速度差距却是极大 思想 石安教会的一位基督徒 和其他教会的一位基督徒对比 在过去一年间 两者的参与程度 宿令约中程度 超频程度都有极大分别 我们一年间能够完成的工作 有些教会可能花数十年 都未必能够完成 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两者差别 如同活在两个世界 不单石安教会有这个现象 甚至爱邦世界也同样 正如你将一部智能手机 交给一个三岁小朋友 你不需要任何提示 小朋友单凭自己摸索 也已经可以掌握如何使用 同时间 对比这位小朋友的七十岁祖母 即使花三小时学习 最终也未必能够掌握 轻触屏幕tutscreen的技巧 仍停留在用手机打电话的阶段 无法使用任何应用程式apps 再者 我们每日所接触 所处理的资讯 对比一千年前何止千倍 能够完全跟得上的一群 仅值如如得水 进步一日千里 但是对于跟不上的一群 就如每日面对不断堆积的功课 压得喘不过气 因为这个无事 就是神塑造辛苦的时间 建立一个能够与神对等 知晓神深长肺虎 能够与神同工 与神同创 与神同步的辛苦 因此 藉着不断升频 我们的主观镜才能够跟得上神的步伐 就是神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的速度 88级与我们的重要提示 就是当我们不断分享 星祭启示录的奥秘 于天马作行动讯息中 解开一个又一个星座秘密的时候 我们的主观镜速度 也同时提升 当日华牧师在2016年12月25日主日当日 派发南麻石安劍2 他的形状就是一个十字架 对比天上88公最小的星座 就是南船座旁边的南十字座 意味着我们在2016年12月25日之后 已经到达88公 我们主观镜的速度 也已经慢慢提升至电影回到未来所谈及 能够时空穿梭的速度 大家是否留意到 电影中当马迪驾驶着时光机跑车 将速度提升至88英里的时候 几乎要撞上一间教会 而这间教会的标志 就是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写着Amazing Grace 字体就像石安教会的石安剑标志 因此这个是双重印证 就是88 时空穿梭 南十字架 及南麻石安剑2 就是当时光机加速至88英里 进入时空穿梭的速度 同时间就会出现十字架 也即是派发南麻石安剑2的时间 同样 88也是尖沙咀1881商场 给予我们的共同信息 在两条路轨中间 夹着88的速度 而1881年 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耳机发明的年份 因此 当我们的速度提升至派发南麻石安剑2 解开南十字架的时候 就代表辛苦的塑造 也即将完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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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